掌握股市最新消息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二下午的3点11分 好 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报告的是 8月6号的线上课程 个股目标价的预测法 我最近都一直在做贝克的动作 很忙啊 因为要把脑袋里面想的东西 全部都给文字化 然后好好在想用怎么样讲 能够让大家听了之后 能够很快的吸收 同时能够转化为 你应用上能够用得上的东西 所以动了很多脑筋 把脑袋里面的资料货的东西 一点一滴整理出来 然后还要去找很多的资料 很多的图形辅佐 所以花了蛮多的时间 还没有整理完 还在备克当中 想想 干嘛让自己这么累啊 没事弄个课来上 然后又赚不了什么钱 因为所有的价钱又那么便宜 那把自己忙得半死 后来想想 也不是为了要赚钱啊 这个课你们外面听不到 而且是完全实战的东西 但不勉强不强迫 你觉得对你有帮助 想学你就报名来学 那你觉得不怎么样也无所谓 不强迫 不强迫你一定要来学 那我只能讲你来听 绝对值回票价 因为也没有收多少钱嘛 对不对 而且讲的东西都是外面你听不到的东西 完全实战的东西 而且教了几套预测目标的方法 非常实用 非常好用 你想想看 你想学你就报名 那不想学也没关系 不勉强 报名专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那我想要上这一堂课的原因在于 行情刚起来 怎么样让大家能够 想买的股票 看到它的一个目标 看到目标之后 有多少的一个利润空间 可以让你投入 因为很多人在买股票的同时 就是因为目标看不到 所以往往一追 已经行情减要完还跳下去 一买进去就踏到最高点 或者买了之后 目标到了 舍不得下车 因为好希望更好嘛 多希望更多 就错过了该卖出的时间 反正又掉了下来 可惜啊 所以这是基础的课程 不能讲基础 应该讲说 你一定要懂的东西 可是你外面 听不到上不到 林合宴30年实战的经验 绝对会让你满意 绝对值回票价 阿虚没多少钱 绝对符合你所要的东西 想要学的话你就报名 2392 3988 02 2392 3988 好 那今天台北股市跌129点 129点是 这一波涨1060年以来 跌最多的一天 昨天跌了13点 今天比较多一点 129 那129也不多 八个交易日涨了 一千零六十八点 你就算回个两三百点 三四百点 都还能够接受啦 因为涨一千点 如果回个三分之一 也可以有三百多点嘛 对不对 更何况只回一百二九点而已 问题是成交量只有 一千八百三十七亿 上礼拜五有两千六 放了两天假 马上剩下一千八 那今天还是一千八 这个变化落差还蛮大的 可见得从这个数字上面 可以感受到 大家在等美国的升息 那美国的升息 这次应该不会有什么 突发状况啦 三马应该是不会 有改变啦 那如果变成两马 那就是大利多 我看也不容易啊 那从美国股市 最近的表现上 就可以发现到 大家对于升息三马 其实已经默认接受了 那我以前跟大家讲过 看得到的危险 其实就不危险 因为你知道 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你要避 有冲月时间让你避 你觉得无所谓 那其实你也倘然接受 最危险的是什么 看不到的危险 突发的状况 你没有想到 可是它突发出来 这样才会手忙脚乱 才会乱的分寸 那这次升三马 是预期中的 所以个人觉得 就算宣布升息三马 对于行情的影响 恐怕也 早就反映在行情里面 你看最近预期升三马 美国股市还是很稳定在上涨 可见了大家其实已经接受 默认了 纳达克涨得更快 那已经要升息前了 整个市场完全没有 卖压出现的一个情况 所以美国股市 如果已经坦然的接受 那你何必自己吓自己呢 对不对 因为不管升级马 总是美国嘛 并不是台湾嘛 那美国如果升的多单 也会影响台北股市 影响台湾 跟着一起升息 可是我们升的动作 不会像美国动作那么大 因为毕竟我们通膨的部分 才3%而已 不像美国已经到8 9%去了 像欧洲9% 甚至于还有些国家 20几%的 我们在控制上 其实一直控制得很好 那只是我们如果不跟着升息 那到时候形成 输入型的通货膨胀 也不见得是好事啊 所以这一次 美国的升息动作 市场其实在预期中 所以对股市的变化不大 那到时候如果 如果宣布升息 就算三马发布完之后 市场没有过度的解读 那整个行情 该追你还是要追 该追你还是要追 你看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几乎都涨 今天亚洲股市 澳洲涨0.2 南韩涨0.3% 只有日本跌44.0.1% 东正指数平盘 香港大涨353点 新加坡平盘小涨 大陆股市涨0.8% 水晶亚洲股市都涨 昨天美国股市 小涨小跌 唯独台北股市间跌了 最多185点 是不是又是这样的情况 同样是没信心嘛 这波台北股市 涨了1000点上来了 1068点 融资 反而还减少4亿 外股市这段期间 还卖超100亿 所以可见得 外股市也不敢买 散户也不敢买 完全靠当冲跟 国安基金 把盘给推上来 那既然 大家不敢买 它都有办法涨1000点 可见得筹码是很干净的 否则 散户不敢买 外股市也不买 那航行怎会涨1000多点呢 是不是 所以现在筹码是很干净 到时候美国 宣布升息完之后 行情如果还是没有回 那该追你还是要追啊 那该堆你也是要堆 这个行情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每天相同的话一直重复 其实没什么意义 这次三破段的下跌已经结束了 由出跌 阻跌 末跌结束之后 开始进入出生段 所以这行情是最开始的 出生段刚开始而已 所以你要赶快 这波涨了1000多点上来 有些股票涨幅都已经20几% 甚至于30% 短线如果还有压回的话 但我不知道个股会不会压回 个股会不会压回 有时候大盘影响还是蛮大的 个股如果有压回 那是难得机会 那如果个股没压回 那该买你还是要买 今天台积电 跌了4块半 最后一盘拉了3块钱上来 台积电占指数 占了37点不多 台积电今天相对是比较稳 今天联电跟联发科 联电流较多 因为最近很多市场消息 对金元代工似乎都比较不利 那这两天有在传 成熟自成大陆在降价 反正报纸的消息 大家都一定会信以为真 那也传大陆两年之内 到2024 要盖31座的金元厂 那也是两年后的事情嘛 对不对 两年后盖得起来盖不起来 还是以为是 要盖31座 没那么简单啊 没有那么简单啊 你知道盖一座12寸厂 现在没有人会去盖8寸的嘛 对不对 一定是至少12寸起跳嘛 那盖一座12寸 至少要3000亿台币 至少要3000亿台币 你盖个三座就要一兆台币了 那31座 要花多少钱啊 要花多少钱盖31座 所以有时候话用讲得很简单 那你盖31座你的设备 你买得到这么多精密的设备吗 现在设备 也是被美国把持住 美国也是控制住 所以 真的能够在两年之内 大陆盖出31座来吗 那就算有 也是21座的事情嘛 对不对 那我相信大陆是积极在做这一块的动作 为什么 因为晶片确实是无可缺的东西 任何高精密的东西 在整个区控部分 在整个控制部分 都完全要靠晶片来做控制 那现在美中关系又搞得那么僵 美国一直在制衡中国大陆 所以导致于中国大陆 要这个也没有 要那个也没有 尤其在高科技的部分 都被人家控制住 所以让大陆想要完全靠自己 不靠别人 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 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大陆想要把晶片的部分 自己自制 不要仰赖欧美 不要仰赖台湾 所以要在两年之内盖31座 那31座似乎又有点多 问题是你盖了一大堆 成熟制成或者落后制成 那其实真正高精密的东西 最重要的东西也是没有 最重要的东西还是没有 所以台湾得天独厚 台积电受的干扰 当然还是最小 那可能对于联电 利基电这一些 会生会营 影响会比较大 那当然重点还是看公司的表态 礼拜三联电法说会 礼拜五联发科法说会 公司怎么讲是很重要的 就像台积电在法说会前 市场是一大堆乌云 讲台积电掉单 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等到台积电法说会讲完之后 法人全部三千七口 怎么看过公围啊 因为毕竟业界站在第一线 他们了解是最实际的东西 所以这两天联电叠下来之后 就是因为一大堆会生会营 财报绝对没问题 现在是未来展望 跟市场的疑虑 公司如何让市场能够理解 能够认清 那礼拜五换联发科的法说会 联发科法说会也绝对没问题啦 财报数字绝对没问题 至于大家担心的库存 就看公司怎么样来做解说 那今天又来了一个 联发科要下单给Intel 又把大家吓了一声汗 因为联发科是台积电 第三大的客户 那联发科下单给Intel 这样会不会威胁到 台积电的订单 冲突不大啦 因为先进制程的部分 Intel还是跟不上脚步 所以联发科先进制程的商品 还是以台积电为主 所以它是成熟的制程 丢给Intel 那Intel会给它 会给它比较便宜的价格吗 如果要便宜 联发科是联电集团的 还缺产能吗 还缺价格便宜吗 那为什么它需要 跟Intel开启合作的机会 这是你要去想的东西嘛 绝对不会单纯说 Intel比较便宜 或者Intel来邀请 然后Service 做个人情 绝对不是那种东西 两大厂要合作 绝对是大家所看不到的 我个人的理解啦 Intel一直以来 都是以电脑的运算晶片为主 之前制程Intel也是全世界最强 那后来技术跟不上台积电 导致连Intel先进制程 也要交给台积电 那Intel也看到 晶圆代工的市场很大 不是只有先进制程 成熟制程其实很多东西 也都是很 市场需求也是很庞大的 而且也是很好赚的 所以Intel从自己自制CPU 到开始要走代工路线 这可以理解 因为那也是一片蓝海 那其实Intel 它真正后悔是什么 Intel真正后悔是 它错估手机市场的晶片 所以它一直固守在电脑晶片 手机的部分它没有去跨路 造就成高通联发科 两大墙起来 你看手机市场有多大 对不对 手机市场有多大 手机晶片 有多大的一个威力啊 它竟然错估没有投入 那就算了 后面还错估了 GPU的部分 它也没有去投入 导致于AMD跟NVIDIA 两大墙又靠着GPU 又串生起来 绘图晶片 所以它连续两次的错误 让Intel只能固守在 电脑领域的部分 那联发科 它在网络的晶片 跟手机晶片 手机晶片目前是 已经世界第一了 网络晶片在世界排名 还是前三名 在第三名 所以两强的合作 能不能让联发科 往新的领域去跨出 对不对 跨足到电脑领域 或者两强看着互补 共同研发 未来在自驾车部分的晶片 或者GPU 两者都想跨入的领域 我相信这个才是两强 合作未来所看的市场 而不是单纯 承受制程的部分给你代工 然后Intel拿了一些代工订单 征战自行 绝对不是这个东西 所以两强一定要达成 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我相信两者的结合 应该是在看未来 在整个自驾车部分 运算晶片的市场 甚至于跨足到GPU的部分 去抢那份大饼 我相信这样合作才有意义 对不对 所以今天这些消息 联电跌了4.6% 那你也不用担心联电 联电目前排单 其实都已经排到明年去了 也不会因为这样而受伤 那联电明天法说会 蹲下来你要买 其实都是好机会 联发科我们在上个礼拜 上礼拜我们700块钱 卖了一次 那卖了之后今天掉下来675元 联发科你要求 隔点没多低的 低点不多 下来680以下都是要注意的 都是要注意 我给大家看过嘛 联发科 在整个计量图部分 700只要一站稳 到900这段是完全真空 所以到时就要求 真的要求速度会很快 那台积电目前是在等 美国晶片法案的过关 只要晶片法案过关 那么对于台积电来说 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 话题跟素材 那台积电目前外资的持股 已经提高到72%了 外资持股越多 目前账上损失才高达2.6兆 原本3.4兆现在已经有压缩一些回来 可是2.6兆还是很多嘛 所以台积电后市还是会在涨 因为你不拉台积电不拉联发科 外资帐上无法抹平啊 今年亏损 那个洞太大了 今天反而航运股 在大盘弱势的气氛中 航运股反而相对走到走强 你看长荣今天 从开低到翻红 大盘一路跌 它反而是翻红的 阳明也是 从开低到翻红 一度涨了将近1块钱 涨了9毛钱 售盘才跌2毛钱而已 大盘跌了160几点 最终售盘跌129点 阳明只跌2毛钱而已 中股票可惜啊 所有利多大家都看得见 可是没有人去炒 炒的动作不够积极 你知道日本的川崎 股价已经又快要创历史性高了 长荣阳明竟然低成这个样子 到时候财报发布出来 会不会有嘎空的动作 我个人认为目前是还在 又空跟仰空 90块钱的阳明如果站上去 那全面嘎空的机会 就有机会出来 这两只股票特别多 长荣的空单更多 14,878张 只要95块钱一站上去 全部空担 全部投到 最近嘎空比较成功的是 宏达电 宏达电空单 28,000张 28,000张 28,000张的空担 全部投到 所以业绩很烂 亏损很严重 可是高到空 它有事无空 卫生也高到空 这是两只 现在两只高到空的 虽然空单不是很多 卫生的空单 7,100张 也是全部套到 所以业绩就算是亏损 高到空担有事无空 那更何况长荣阳明 那个业绩已经好到 不得了 那空单已经 几乎八成已经套到 就差了最后一步 就差了最后一步 所以长荣阳明的空 嘎空行情 能不能顺利的展开 最近这几天 可以特别注意 那么看电子股的部分 今天电子股涨多 很多出现回档 今天基板的部分 新兴 南电 景硕 都回的还蛮多的 那本来这一波就跌很深 跌很深 目前底部在放量 在反复打底 南电 景硕也是 尤其南电底部量 是特别的明显 对六百几乎 剩下纯两百四十几乎 底部量又这么大 筹码 九十四%的筹码 在特定人手里面 所以你想接的 有压回 两百五附近 其实是 很好的一个参考点 不管是六月营收 半年报 或者第二季财报 都写下新高记录 今天联发科一跌 但联发科也没有跌多少 一%而已 七块钱而已 那紧接着 所有IC设计股 跟着一起蹲下来 普瑞 瑞宜 跌幅都到2% 联融反而还比较稳 跌0.5而已 尖联电 利基电 世界先进 这个被市场的消息 给吓怕了 所以很多人 专门就是看股票 看报纸在做股票 不然怎么吓 都怎么吓 到最后就是在最高杀低 可惜啊 可惜啊 文贸今天还是大跌 那没办法 半年报发布出来 半年报只有三块钱而已 三块多而已 今年文贸恐怕连十块钱都赚不到 所以这种价格还是危险 所以半年报陆陆续续在发布中 个股的获利情况 要特别注意 半年报创新高 股价很深的 都是让你捡便宜 获得好机会 台光店 这个有蹲下来 其实也是好机会 接下来 七八九月 连续三个月是它的营运旺季 对 百年亏损那么严重 行情被嘎着跑 因为市场主力在锁定中 小型筹码股有恃无恐 我教过你们 业绩好的不急的马上表态 因为等发布数据它就有机会走 可是业绩不好的往往会怎么样 往往会在消息没发布前 生意会走 因为等消息发布 它就没得机会表现了嘛 对不对 所以最近有些在拉 如果基本面不好 那你再做要小心 因为它趁着财报发布前 利空发布前 他生意会走 所以到时候该进该退 你要会退 一般像那种业绩烂的 我是比较没兴趣啦 省得到时候 赚了没赚到 然后被掏到就可惜 心向明天除息 市场参与除息意愿还蛮高的 今天是跌了七块钱 配十块钱的股票 一张配一张 现在敢这样配的 真的是不多 华硕在礼拜五也要除息 四十二元 四十二块钱 真报价 今天小跌两块钱 每股净值三百三十一 那你配四十二块钱 让你配下去 现在才三百二三 配下去剩两百八 更便宜 那更便宜要填息 就更容易填息 所以华硕有的人 想要参加除息的 建议可以参加 这二十档 有机会50%股票的内容里面 有好几档 我很有兴趣 我在等这一波压回的买点 我在等这一波压回的买点 像这支 百楼我存百喜 而且业绩还创新高 这两天 这两支股票有蹲下来 我会带会员进场 你有兴趣的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合作 这两天便宜货来的时候 我们一起下去买 要报名 听8月6号线上课程的 个股目标价的预测法 绝对听了你会满意 不勉强不强迫 想学就报名 那不想学也没关系 报名赚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 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 就有一档最新的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富豪 就是你 我 Ellie 她又是你 两半 遍 二半 七